每一年的成品音樂會 我們都會選一位國人作品 那今年我們就是特別選擇 馬水龍教授的他的學位四重奏 那這首曲子他很特別 那他整體的架構就是以台灣的廟會為主奏 那他的每一個樂章都會有一些不同的風格跟色彩 一開始我們用波旋的方式揭開序幕 然後有一些像是鑼鼓樂的節奏 那有一些像是在廟會會出現的風景 那我們四重奏把它詮釋為可能像是 有一些摩托車的聲音 那我覺得這首曲子很特別的是 你可以發揮你自己的想像力 那以及你自己在廟會經歷的一些情境 就是都可以在聆聽的過程中 可以感受到不同的風景色彩 聽起來很久了 謝謝你 可以感受到有 Learning 似乎就像這樣 然後一請認識了 不是是我們大家聽到的 他的音樂 以及燈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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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燈 但是電話 就是我們馬來報告